Try to be awake I happen to escape But my escape Would never come Would never come 这个呢就是土损洞 是一种福建蛮出名的小池 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是海虫果洞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 第二次吃这个玩意 它通常里面会加芥末和蒜汁 或者加一点醋 先进口 吃起来有点像猪皮丼 它这个虫子吃进去 没有任何异味 然后呢吃起来非常的 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会到我嘴巴里面忘糖 这个除笋洞吃起来蛮不安分的 就是它非常的好动 我来吃一下它这个八爪鱼 它这个八爪鱼看起来蛮新鲜的 哦 哦这个不是糖 它这个八爪鱼是脆 哇超级脆 就像它在里面 在我嘴巴里面踢箭子一样 哦 整体吃起来我觉得 这个并不是很黑暗 我觉得是蛮好吃的类型 整体吃起来非常的爽快 很像你半夜起床 口非常非常干 然后呢逛了一大杯凉水 之后那种爽快那种愉悦 就是一口气咕咕咕咕咕咕咕 下去之后 对了那个卖土笋洞的老板跟我说 一定要加这个吃 加这个吃之后才会升华 而且呢他也跟我保证了这个就是 不会很辣 那我们就加一下试试看咕 现在呢我们就加这个土笋洞上面 好 现在呢我们就试一下这个加料之后的土笋洞 到底好不好吃呢 是一种 我蛮感动的味道